2017年初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 我怎么开车 开到一半会好像脑海一片空白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此地这个温证如青 回忆两年前那段日子 常常望动望息 一度被诊断为早发现失智 一直到今年2月 因为头皮呕吐挂急诊 才发现是大脑右侧 颈动脉狭窄所造成 诊断报告是说塞了68% 所以他判断是应该要放指甲的 正如金医员先打算 在美国进行开乳手术 后来在慈激志工的引进下 联系当时人在美国 参加慈激原因年会的林兴永院长 帮忙看检验报告 也安排回台湾做详细检查 我们精算的结果是 只有46%的阻塞 并不是像他们讲的 也没有 也不到要放指甲的程度 颈动脉 大概要阻塞超过70%以上 那我们才会放指甲 或是做一些治疗 阻塞70%以下的吃药就够了 那70%以下 你放指甲或是开刀 对他都帮不上什么忙 免除挨刀风险 靠着药物控制 任如金医在1997年加入慈激后 担任人文真善美 今年也出了六本著作 未来他希望能用健康的身体 继续做此剂 大爱新闻台北花莲综合报道